大家好,欢迎收看九姑娘梦游仙境,我是九姑娘 老朽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合家健康,万事圣意 科学家利用非洲爪哇的干细胞 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活体,可以自我修复的机器人 并配有全部实验过程,发表在《权威科学》期刊 美国国家科学学院刊上 美国弗蒙特大学计算机科学家和塔夫兹大学物理学家 共同创造出百分之百使用青蛙DNA的可编程活体机器人 Xenobos,它既不是长线的金属机器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物体 这些细胞被切割并从树,由超级计算机设计程序 让人类首次见证了合成生物新科学的诞生 创造一个机器人分为两步,第一步设计图纸 第二步根据图纸制造出机器人 首先,研究团队利用超级计算机集群通过一系列的排列组合 设计出了数千个不同的机器人形态 然后再尝试从中找出最佳方案 那么,怎么才算最佳形态呢? 是不是靠人类来设计呢? 研究团队利用机器算法模拟出了大自然中的自然选择 被称为模拟过滤器 算法会给这些候选设计不同的任务 例如谁能跑得更远,谁能运载更多的东西等 然后再让这些不同的机器人去 一遍又一遍的模拟进行这些任务 表现好的,留下来继续优化升级 表现不好的,直接淘汰 经过两重过滤后 保留下来的都是在运动、运载和结构上非常突出的形态 这也是超级计算机在现实中的应用之一 在历时数月后 研究团队最终获得了 由500到1000个皮肤细胞和心脏细胞所构成的最佳设计方案 在确定了设计方案之后 研究团队就要考虑如何把这个机器人真正的做出来 首先团队从一些皮实且亦繁殖著称的非洲爪蛙的胚胎中获得了干细胞 再通过显微镜、电极等工具 按照超级电脑的设计方案 对这些细胞进行一系列的连接以及塑形 最终直径650微米到750微米 眼睛勉强可以看见 百分之百由活体细胞组成的四族机器人 Xenobos就这样诞生了 那么目前的生物机器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Xenobos的研究团队对于机器人的表现 有些出乎了他们的预期 原先各个心机细胞之间的搜索活动是不同步的 而且不带任何规律 但当这些细胞靠在一起 奇怪的是出现了 Xenobos细胞和细胞之间开始实现了协同工作 实现了连贯的移动向前 在实现了前行之后 研究团队通过编程 成功的让Xenobos实现了绕圈 推动物体 运输物体等动作 研究人员尝试将Xenobos切开 没过多久 它就进行了自我愈合 自我恢复成了切开前的样子 继续不知疲倦的往前爬 在形容这项技术时 很多专家用上了毛骨悚然这个词 这是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 它们从来没有在地球上出现过 虽然说是机器人 但它本质上也是一个生命体 不难想象 随着科技的进步 更多更为复杂的人造活体机器人 会在未来诞生 乐观者认为这些可以用于医疗等领域 但科幻电影从来不乏这样的桥段 人类取代了上帝的角色 捏造出新物种 但创造出来的生命拥有了自己的意识 最终变得不受控制 如果说这样的桥段 就是人类打开潘多拉磨盒的话 那么这次 无疑就是打开了这个磨盒 关键性的一个步骤 不可否认 人工智能的进步性 及现阶段技术的局限性 但正如霍金 比尔盖茨 马斯克等大佬 反复强调的一样 如果不加限制地发展人工智能 人类社会很有可能将会毁灭于AI 现在距离人工智能诞生 也仅仅十几年的时间 在我前面早期的视频里 曾经做过这样的一期 有不少持反对看法的朋友相当乐观 认为人类既然可以创造它们 就可以毁灭它们 事实真是如此吗 后面我会再举一个 让很多人更加震惊的例子 在此之前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潜在威胁 当人工智能开始朝人类级别智能靠近时 我们直观的感受是 它逐渐变得更加聪明 从一个只有像素显示 和人类录制好的话语的机器人 在短短几年间 变得就好像一个婴儿一般 具有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能力 我们也许会感慨 看这个人工智能 就跟看一个脑残一样傻得有些可爱 这种场景是不是在过去的树莲里经常发生 譬如辅助驾驶 例如Siri 譬如小爱同学 嗯 但仅以年为单位 很快你会觉得这些人工智能开始没有那么蠢 甚至还有一些聪明 在某些场景让你惊呼连连 甚至有些超乎想象 人工智能按阶段被分为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 不用怀疑 目前我们所处的正是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 弱人工智能阶段 但毫无疑问 从诞生仅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活在了一个充满弱人工智能的世界 大家是否知道 以某东公布出来的无人仓库数据为例 其智慧大脑能在0.2秒内 计算出300多个机器人运行的680亿条可行路径 智能控制系统反应速度是人的6倍 分减小红人速度达到了每秒3米 运营效率是传统仓库的10倍以上 最重要的是 人类受制于生物的本质只能缓慢进化 无法大幅度提高效率 而机器人则完全不同 我说几年内可能再提升10倍甚至50倍的效率 我想没有人会当作笑谈吧 目前富士康台积电等大厂 纷纷转型为关灯工厂 在专门生产智能手机等 电器设备组建的工厂中 采用全自动化制造流程 配备机器人学习和人工智能型设备 自动化系统 智能自我维护系统和智能生产 实时状态监控系统等等 实现了大幅度的生产效率提高 和库存周期的降低 人工智能如何进一步实现飞跃呢 很简单 不断地提高电脑的处理速度 如果一个人工智能要像人脑一样聪明 它至少能达到人脑的运算速度 用来描述运算能力的单位叫做CPS 即每秒的计算次数 人的大脑估值为10的16次方次CPS 也就是1亿亿次计算每秒 而早在几年前 中国的天河二号 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算力 天河超级计算机 每秒能进行3.4亿亿次计算 当然天河二号占地720平方米 耗电2400万瓦 耗费3.9亿美元制造 目前广泛商用是不太可能的 且短期内不会实现小型化 说到这里 你是不是输了一口气 不要高兴的太早 时代的机器一旦运转起来 没有任何人可以挡住 摩尔定律认为 全世界的电脑运算能力 每两年就能翻一番 这一定律由历史数据所支撑 美国某研究团队曾以 1000美金可以购买的CPS 作为研究课题 现在的1000美元能买到的电脑 已经强过了老鼠 并且达到了人脑千分之一的水平 听起来还是十分弱机有没有 但是我们对比一下 1985年的时候 同样的钱只能买到人脑 万亿分之一的CPS 1995年变成了十亿分之一 2005年则是百万分之一 按照这个速度 研究团队得出了结论 正常估计中位数 下一级强人工智能 有50%的可能性 在2040年达成 悲观估计中位数 强人工智能 有90%的可能性 在2075年达成 考虑到强人工智能 对比人脑的种种优势 人工智能只会在 人类水平这个节点 做短暂的停留 然后就会开始 大步迈向超人工智能 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 短时间的突飞猛进 认为是一种起点 我们现在应该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想想就非常刺激 但实际上 即使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实际的感受 也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看不到 也感受不到 曲线的右边 即未来跳跃性的发展速度 所以大家对人工智能的未来 觉得犀牲平常而已 那么我们换一种思考方式 如果把目前人类有记载的最早文明 约6000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史 浓缩到24小时内 即一小时250年 苏美文明 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 在凌晨时分先后诞生 公元7到8世纪 约20点 中国发明了火药 第一次改变了人类的未来 1976年 大约在23点 发明了蒸汽机 进入了工业时代 1780年左右 约23点05分 人类学会了使用电力 1946年 约23点57分 人类发明了通用电子计算机 1969年 约23点58分 人类开始使用了互联网 23点59分 人类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又过了30秒 有了超级计算机 我们来量化一下最后三秒钟的变化吧 从1946年 人类最早的计算机 每秒400次运算 到2020年6月23日 日本赴月超级计算机 以每秒41.55万万亿次的运算速度 排名世界超级计算机第一名 仅用了70几年 计算机运算速度提升了约1000万亿次 而仅在5个多月以后 2020年12月4日 我国的首台量子计算机问是 9张量子计算机 比超级计算机复月快了 100万亿倍 当求解100亿个样本时 9张仅需10小时 而复月需1200亿年 量子计算机的普及 也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通过自身的经验产生世界观 对未来的预测 极大的受限于自己的经验 当我们听到一个 和我们经验相违背的预测时 我们经常会觉得偏颇甚至好笑 那么 你对古人说 我们以后可以乘坐在天上飞的东西 古人是不是也会觉得好笑呢 不同于在天上飞 已经在大脑里构建了概念 计算机 互联网 这些在大脑的设想里 没有过的概念 古人是根本无法想象出来的 即使你通过语言形容的 如何具体也好 他们也无法构建出一个具体的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轮廓 在我们的语言里 我们把130的智商叫做聪明 把85的智商叫做笨 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形容 一万五的智商 人类的常识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那么那些嘲笑人工智能 永远受制于人类的朋友 到底是哪来的自信呢 相比外星人 人工智能才是真正在短期内 可能颠覆人类社会的一种不安因素 虽然只有50%的可能性 当一个超人工智能诞生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 就像一个全能的上帝降临到地球一般 这绝不是科幻小说 这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就只有一点 他是否会是一个仁慈的上帝 最后给大家看一个目前人类已经完成的 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马斯克注资的未来生命研究所 曾在2017年公布过这样一段 令人毛骨悚然的产品 小小的无人机成为了史上最冷血 最高效的杀人武器 任何人只需要一点点野心 一些金钱 一定的技术就可以做到 这种名叫Slaughterboss的屠杀机器人 外观上和我们看过的 华强北的山寨玩具 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平常我们用无人机除了航拍 更多的是作为小孩子的玩具 但是Slaughterboss确实为了杀戮而生 在一个场景中 成群的无人机相互协调 以进入建筑物 较大的无人机在墙壁上开孔 以便为较小的无人机开路 通过面部识别 对准锁定的目标进行定点射杀 小型无人机都可以配备 人脸识别系统 和足够杀死人类的聚能弹药 在程序输入后 可根据命令单独作战或集群作战 寻找和杀灭已知的个体 或类似具有统一特征的人群 这样的AI武器比起原子弹来 甚至更为厉害 至少原子弹爆炸后还有幸存者 但在未来 理论上任何人都无法逃脱 AI武器的精准追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